随着饮用水需求的增长及能源成本的提高 海水反渗透工艺的可扩展性节能设计 使得该工艺成为全世界缺水地区的首选海水氮化工艺 福斯公司整合业界顶级的泵、密封建、阀门及能量回收装置 拥有无与伦比的材料专业知识及应用知识 成为能够为全球海水反渗透工艺SWRO拖延市场 提供整套一体化流量控制解决方案的最佳供应商 福斯从事海水氮化工厂装备行业长达半个多十几 因而理解能耗占任何反渗透设施的最大运营成本比例 且卡德尔铸塞式能量回收器 The Weir等能量回收设备 在提升工艺的成本效益方面至关重要 作为迄今为止能效最高的能量回收系统之一 The Weir被安装在全球许多规模最大的反渗透设备中 包括西班牙阿吉拉斯 以色列阿什克伦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迪拜卓美亚棕榈岛 和新加坡大市 The Weir能够回收浓缩水道中高达98%的能量 从而对设备的运营成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数十年来 The Weir凭借其运行灵活性 稳健设计 高可用性 和极低的维护成本 有效提升了反渗透设备的价值 The Weir是一种设计非常简单的等压装置 单套设备基本上有两个压力容器 四个指挥阀和一个专利型Links控制阀组成 The Weir系统的目的也很简单 通过采用高压卢水水流 来给浸水水流施加压力的方式来节约能源 但到底能节约多少能源呢? 在了解实际工艺之前 让我们先介绍一些基本原理 经过预处理的低压海水 通过这些指挥阀进入The Weir 并在加压的情况下 通过这些阀门排出 同时 高承压卢水通过Links阀的中间端口进入The Weir 并以低压卢水的形式 从顶部或底部端口排出 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实际工艺 通过渗透膜的高压卢水进入Links阀 并经活塞引导进入已经注满低压海水的承压管中 在该承压管中 卢水的压力传递至海水中 然后海水通过指挥阀排出The Weir 从这里开始 海水通过一个增压泵 被输送至渗透膜高压进水水流中 同时 低压海水进入装低压卢水的承压管2中 随着该承压管中海水填充量的增加 低压卢水通过Links阀排出 此时 Links阀门启动 并按照承压管相反的方向重复上述流程 此时 进入Links阀的高压卢水被导入承压管2 并在此给前半循环周期内引入的海水增压 同时 在承压管1中 低压海水移除低压卢水 且这个循环周而复始 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约为12秒 按此速度 单套设备的处理量为350立方米每小时 或8400立方米每天 为了实现更高产量 我们平行放置多套设备 对能量回收系统而言 效率最大化至关重要 DWIR能够回收浓缩水道中高达98%的能量 因此是一台非常高效的机器 本质上 等压能量回收装置的效率很高 但它与所有机器一样 都会因为系统损失而降低性能 等压装置的系统损失包括混合 泄漏 易流 及压差损失 DWIR卓越性能的关键在于 极低的混合度和泄漏流量 混合意味着海水在进入渗透膜之前 已被卤水污染了 由于反渗透膜进水压力 随着盐度的增加而提高 高混合度的后果 是高压泵的功率消耗增加更多 就一个产水量为19万立方米每天 且回收率为45%的工厂而言 等压能量回收设备 ERD的混合度提升一个百分点 就会引发5900美元的附加成本 按照每千瓦9美分算 DWIR的典型混合度非常低 按体计算不到2.5% 从而导致磨进水处的盐度升高 仅略高于1% DWIR的泄漏流量也极低 占高压卤水流量不到0.4% 泄漏有时也称润滑流量 指直接排出的高压卤水 润滑流量直接导致可从中回收能量的高压卤水减少 作为补偿 高压泵必须提供更大流量 因此功率消耗也相应增加 同样以19万立方米每天的产水量为例 并按每千瓦9美分算 等压能量回收设备 ERD的泄漏流量提升一个百分点 就会导致设备运行成本提高17万2000美元 由于混合和泄漏都比较低 Deweer在最大限度的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 还能够帮助设备所有者及操作人员实现高回收率 Deweer能够在很广的系统流量和压力波动区间内 保持卓越性能且不损坏设备 从而实现运行灵活性 进而转换成极高的可用率 Deweer能够进行自我调节 因此可以通过调节运行速度 来轻松应对低至200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 而不发生震动或脉动 此外 由于Deweer在典型RO工作范围内 基本呈现平坦的操作曲线 与工况变化相关的效率损失极少 在启动和关闭过程中 Deweer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性及可靠的性能 使其能够完成平滑的流量转换 并使设备可以轻松调整输出 来适应正常的需求波动 Deweer系统还提供于反渗透工厂布局 设计及工作环境有关的多项益处 首先 Deweer使用基本的集装设计来解化工程与构造 其次 Deweer的操作不受其相对于渗透膜的方向和位置所影响 它可采用单元或集中设计配置 位置可以是位于渗透膜旁边或下方 这种多功能性意味着可以轻松优化能量回收设备的 占地面积以及相关的管道系统 以适配设备的设计和尺寸 第三 Deweer的义务容忍能力非常强 达50微米的物体可以通过 因此无需特殊的冲洗程序及昂贵的滤网和过滤系统 最后 Deweer是一款安静的机器 由于这款机器的运行速度较慢 每分钟约5个循环 其在操作过程中产生的噪音水平不到83分倍 这低于美国职业安全条例和一恩标准要求的85分倍 因而无需采取隔声罩等减造措施 总而言之 安装便捷性 简单的集装要求 却无需隔音罩 滤网 过滤器等其他设备等因素 大大简化了设备构造 因此 构造成本降低 且时间缩短 数十年来 Deweer卓越的工程性能与坚固的结构 确保了高可用性和低维护成本 Deweer系统采用专门的设计 从而可实现超过25年的使用寿命 该系统的常使用寿命和可靠性能 得益于其低工作速度 活动部件少 及卓越的构造材料 该系统首先选择优质构建材料 来实现卓越的耐腐蚀性 压力容器 Linx阀门及指挥阀 均采用超级双向不锈钢制成 以防止各种绿诱导腐蚀 此外 压力容器还可采用玻璃钢 凭借其卓越的工程性能 Deweer几乎无需维护 从而在峰值性能下 仍能继续运转 其特殊设计使得系统中 仅有少数便宜 建议于更换的零件会发生磨损 且所有工作 均可采用标准工具在现场进行 因此 每年的维护成本相当低 约为资本投资的1% 由于装置的关键性 福斯可提供服务合同 来保持维护成本处于控制之下 甚至保证Deweer等关键设备的最低效率 这些合同可以定制 以满足特定需求 其中还可以包括可用率或公号保证 能源回收的真实成本 与任何资本投资一样 能量回收装置的总体成本 高于装置的购买价格 真实的总体成本包括 资本成本 运行成本 及维护成本 资本成本之设备的初始购买价格 由于这是招投标过程中最可见的部分 我们很容易仅距此做出快速决策 但这样做就意味着忽略了 运行与维护成本潜在的巨大影响 某一装置的运行成本有两部分构成 正常系统监控的劳务成本 及装置运转的能源成本 对于RO设备中的能量回收装置而言 能源是目前更值得考虑的事情 这主要取决于系统的效率 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能源成本 系统效率必须最大化 为了确定总体拥有成本 必须采用公布的效率数值 以及系统损失来计算能源成本 如上所述 等压回收装置的混合提升一个百分点 就会增加5900美元的成本 泄漏提升一个百分点 会增加17万2000美元成本 因此 看上去很小的能量回收装置的混合度和泄漏流量差异 却可能导致运行成本显著提高 尤其是在25年的使用寿命期间 能量回收设备ERD的维护成本 涵盖零件和劳务成本 且不同机型的这类成本大不相同 由于Devair的工作速度较慢 其年度维护成本非常低 约为资本成本的百分之一 显然 综合考虑资本成本 运行成本和维护成本 Devair的真实总体拥有成本 是业界最低的 Devair在保持低成本的同时 还能为RO设备所有者和操作人员实现卓越性能 其无与伦比的运行灵活性 尤其是其广泛的工作范围和义务耐受能力 可以转化成极高的可用性 并使设备能够轻松满足波动的市场需求 其安装便捷性 简单的集装要求 且无需使用隔音罩 滤网和过滤器等附加设备 可以大大简化工厂构建过程 此外 其卓越的工程性能 使得系统中仅有少数便宜 切易于更换的零件会发生磨损 从而降低了维护成本 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我们很容易做出选择 Devair具有卓越的性能 切总体拥有成本较低 如需了解有关Devair的更多详情 并查看满意的最终用户案例分析和证书 请登陆www.flowserve.com 通过该网站 你还可了解其他福斯反渗透海水 淡化产品的信息 感谢观看